Hello 大家好 我是瘋子 我和寶雪山的旅行片終於回來了 話說我們一直去旅行之前有拍到片 但未剪出來 在未來這一段日子 我們打算選一些特別一點 和重點一點的出來剪給大家看 地點方面就包括有這些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第一站出發的就是這裡 非常感謝電子幫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intro 進來正片就交給我寶先生 為了可以令整個北海道系列的節奏得而明快一點 我們決定減散了以下這幾個部份 包括就是我們轉機到鹹館的整個過程 酒店的介紹 和第一晚我們在小丑漢堡吃的晚餐 然後就直接跳入我們Day1的行程 我們在Day1的行程中我們並沒有留在鹹館市內 相反地我們向著北面出發 我們就去到這個距離鹹館大約16公里的大沼國定公園 如果你從鹹館出發 只要坐著JR鹹館本線 一程車就可以來到大沼國定公園 車程大概需要50多分鐘 另外你也可以坐著特急北斗號 30分鐘就到 當你下車後走出車站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看著周邊的路牌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走到這個大沼國定公園 現在就讓我簡介一下大沼國定公園的基本資料 整個大沼國定公園大概就是9083公頃 我完全沒有辦法掌握到9083公頃 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 但是它是屬於北海道最小的一個國定公園 到底其他可以有多大呢? 這個大沼國定公園在1915年就入選了日本新的三景 而在1958年才正式定為這個國定公園 雖然我們冬天來到四周好像白茫茫 但看回官網其實一連四季的景色都分別很大 例如你春夏季來到這裡 你可以欣賞到湖光山色 還可以踩一下單車、滑一下艇和逛一下山 秋天看紅葉 這裡就簡直是日本紅葉名所一百選之一 那冬天來到這裡有什麼組 你在畫面看到我們手指指就知道我們到了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來這裡體驗這個活動 我想問你現在去做什麼? 現在去冰上釣魚 不是,是湖上釣魚 因為湖已經變了冰 死得很擔心我會不會一條都釣不到吧? 呃,你也預料了 在這個大沼國定公園進行釣魚活動 冬天和夏天是完全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 你除了可以坐在岸邊釣外 你還可以選擇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坐在這個白雪雪和滑滑滑的冰湖面上釣魚 每年去到冬天時分 這兩個湖面全部都會結了厚厚的冰 除了可以用來釣魚之外 還可以玩其他冰上的活動 我們說回釣魚 剛剛丁子見完招牌之後 走進冰湖 在職員的指示下 我們就選擇一個自己適合的位置 然後職員就用電鑽轉開厚厚的冰 跟著你拿著一個黃色的箱子當椅座 坐定定之後 職員就會教你如何勾回魚餌 以及如何進行釣魚活動 整個活動收費成人是600日圓 小朋友半價 然後另外再加上500日圓 是租用釣具和魚餌的費用 它還要是沒有時間限制 就是說你進場可以玩多久都可以 但重點是要兩點半之前進場 那位先生幫我們在這個冰地轉了一個洞 接著呢 我們就給了1100日圓去租這個魚缸 還有買魚餌去釣魚 接著呢 之後就 願者上釣了 現在我給寶先生領先了一條 好不開心 他現在要努力 嘩 釣魚除了技術之外還要講耐性 講到耐性這件事你就差一點 慢慢坐在這裡等下 是不是呀 這頭講完那頭就有動靜了 他想釣啊 有時候就是這樣了 要不就不來 一來就不來 一來就不來 又有 又有 你很厲害 你繼續靈療出手 起我媽媽 就是這樣 我們兩個就坐定定在釣魚釣了兩個多小時 在冰湖上釣魚 實在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無論是釣魚的種類 用的魚具 轉地的方法 還是我們身處的環境 都跟我們平時釣魚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我們釣釣魚還落下微微的飄雪 整個感覺又再換言一生 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釣魚體驗之後 我們就有這麼近的收穫了 你除了可以自行拿走你的收穫之外 你也可以跟職員說 職員就會帶你和你的魚鑊一起去到另一個店 然後再給500日圓 店裡的人就會把你剛才拿來的魚鑊加以烹調 將它變成一個可以馬上吃的料理 這個料理就是眼前現在看到的這個炸魚乾 現場聞到非常香噴噴 而且炸得夠乾身 還好脆口 這個很美味 因為我所想是自己叫的 但現在炸魚很香脆 吃完後好像多春魚 我們送啤酒一樓 味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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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釣完之後 就拿去這間小屋炸 如果下次來到沒有時間 釣魚但又想嘗一下那些小魚的味道 也可以有現成的 就是200元一包 看樣子好像比我們釣的份量更多 好,我們現在去趙之家那裡吃丸子 釣完魚 還將它們吃完落土之後 我們就離開這個大沼郭定公園 沿路向車站方向走 去到我們在這個大沼的最後一個目的地 就來到這個位於JR車站前面 有超過100年歷史賣糊子的店 它就是趙之家 這裏主要賣的是兩款不同味道的糊子 分別是紅豆味和芝麻味 而它們的糊子只有一日的常味期限 即是你改日買就一定要改日吃 我和甄子就買了紅豆味回酒店吃 口感嚥韌得來味道甜甜的 趁熱茶簡直是絕配 在沼之家買完手信後 我們就完成了大沼公園行程 如果想知道我們下一集去哪裡 記得考慮一下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個Like和按個鐘仔 我們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